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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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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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怎么可能啊 我穿越了 夫妻对外 该是一上来就习当驸马 天啊 他好美啊 真是人玩一直不好 没想到来了一世间 这少天爷 你下次给我送了份大脸 下一步 是不是该进入渡船 观众 冰昏了 鬼啊 诈湿了 楚将军家的小少爷活过来了 别走 不好了 楚天书诈湿了 丧死 这大婚之日 你们竟敢胡言乱语鬼怪之事 不然奴婢没有说话 您的儿子他突然蹦起来了 活过来了 放开我 臭流氓 怎么回事 皇后娘娘 姑母 我本想检查一下少爷身体 谁知少爷他 他想侵犯于我 此次本性难移啊 是啊 刚刚跟公主成婚就调戏别的女人 这是对皇室的侮辱啊 成的不仁公主受辱 请皇后娘娘一定要治他死罪 你们先听我解释啊 皇后娘娘 此事甚大 我儿突然醒来始料未及 却做出这荒唐之事 辱没了宫中 都怪我没教育好姝儿 才酿此大祸 见皇后娘娘秉公办理 江月绝无半分怨言 你 他真是明着面的 把我身路堵死 来人 拖出去砍了 慕容天也好 大魔也罢 这群王八蛋都解了 笑我死 笑 我要出脚 听着很早 但人都快死了 也没用啊 故事下 这公主竟然还以温弱的记忆之力 也就是说 她还没死 皇后娘娘 我这个救活公主 你 你能救活公主 没错 只要给我几根银针 我就能让公主活过来 我虽是顽固 但平日里也结交了不少奇人异事 奇得一种救人针法 我能用此针法 让您母女俩团聚 不再阴阳相合 叔儿 不许胡说八道 本宫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且给你一次机会 若你是真救醒的公主 那你们这场婚事 我会让她变成真正大喜之日 但若你就不活 我便让你尝尽这世间所有的酷刑 直至死 救活他 不生 失败则死 我还有退路 我还有退路吗 皇后娘娘 有件事 还希望您不要生气 我需要解开公主的衣服 才能打针 好 你专心医治 我就先出去了 警示不断 不拘小节 不会被管够 姑母 那楚天书什么都不会 竟敢大言不惭 说能救人 真是要笑死人 这次她死定了 即便我们不出手 皇后也会要了她的命 等着看好戏吧 皇后娘娘 幸不辱命 公主 已经复活了 丑天书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救活公主 画本上看到的那些传说 肯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被她给碰上了 快进去看看公主 果然 老夫就知道 一个顽固哪会什么医术 公主不但没救活 遗体还遭到亵渎 这混账东西 定要严惩 天使光天化日下 调戏名女 又欺骗皇后 还污住公主遗体 理应处死 去拥挤 放你妈的狗屁 心儿 公主体内毒素 尚未清除安静 所以我才用引针 封住公主魂门 将公主体内毒素 缓缓逼出 如此这样 三日便可苏醒 可恨这个庸医 耽误审了公主的死亡 现在竟然公主 已苏醒都诊断不出来 差点耽误了公主 最后的救命 我不是 你不是 那你刚刚逼刀逼刀个锤子呀 人老了就赶紧退休 别耽误了公主 你还留在这干什么 要你何用 皇后娘娘 我冤枉啊 好了 既然公主已复活 那也是喜事 楚天书与公主已经过了三书六礼 也已拜堂成亲 楚天书驸马身份 不会改变 多谢皇后恩典 不过姝儿从小身体不好 为了不给公主府添麻烦 还望皇后娘娘恩准我这贴身丫鬟跟着她 方便照顾她衣食起居 楚夫人不用担心 府里自然有人伺候 皇后娘娘 妾身之所以要留将军府的人在她身边 也是担心 万一书儿又在外面闯祸 好歹有个人管教 免得外人怨恨到公主和皇后的身上 还请皇后娘娘可以体谅妾身的苦心 大母 你是千方百计祥命祖呀 还这么个人过来监视我 不过大母你也没辙 如今我也是驸马了 皇后只要想保全我 那便完全有理由拒绝你的要求 此事简单 本宫一了 多谢皇后娘娘 从不真实 我就无备容许活下去 终究还是要靠自己 皇后吩咐 都散了 驸马留府 您没事吧 草民没事 只是悔恨自己 还没能完全救下公主 怎么 公主还有生命危险 不过 只要我继续施针 公主就还有希望 真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再为公主医治 草民 草民如今头昏脑胀 四肢无力 即便 即便想要拿成 都不一定能拿得动 只能 只能等 明日了 公主的病只有她能治 慕容许 马上去请最好的神医来为她诊治 不得耽误 生命 幸亏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完全救下公主 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时间猥琐发育呀 气血良亏 肝身衰竟 肝身衰竭 命不久矣啊 真的无药可治了吗 老朽无能 寻常医术也不可能奏效了 别的方法有吗 国师 国师 兴许可以救治 可国师有事外出数远 联系不上 如今若有玄学高手 适用玄器为驸马续命 兴许还能多活几日 玄学高手并非练体武者那般寻常 岂是容易找到的 你要如何自救呢 楚天书 都先下去吧 让驸马休息吧 系统系统 快出来 能不能检查下我身体呀 正在准备检测宿主身体 请宿主保持现状 不要乱动 检测宿主身体极度虚弱 日记宿命剩数 期间十二秒时十三分十五秒 不是啊 真的只能再活七天了 我不要啊 系统已收集到四种 符合宿主的序命方案 宿主可用五天寿命 换取一次选择机会 宿主是否要进行选择 宿主已选择否 不打算用五天寿命 换取选择序命机会 请宿主好自为之 宿主想修改选项 需要再消耗两天寿命 是否确定 请宿主谨慎选择 系统在逗我玩吗 这个怎么看也是选地呀 自己宿主选择了 序命方案地 消耗五天寿命 剩余寿命时间 十二小时二分三十八秒 放松身体 接受系统的规则 欢迎宿主 首次进入大梦周天空间 欢迎宿主 首次进入大梦周天空间 接受宿主实力太过垃圾 这位宿主开提玄器种子 助宿主努力修炼 早日成仙 这 难道 只要我睡觉进入梦境 就可以修炼提升实练 玄器种子是什么 拥有玄器种子的人 百中无一 是比练武之人 还强大的玄修 玄修等级 从高到低 分为大玄宗师 大玄师 玄师 玄士 凡人 每个境界 又可以分为九个小等级 习武中人的炼梯九重 战斗力相当于玄士九级 宿主需在体内 集齐一百根玄器丝 即可晋升为一级玄士 续命一年 爽啊 躺着就能变巧 西头 我爱你 慕容雪 你等着 等我胜到玄士 就不怕你了 检测到有人接近 请宿主停止睡觉 慕容雪 你知不知道打扰别人睡觉 是要遭天险的呀 诅咒你成为飞机 船 飞机场 这辈子出天室跟你无缘 本公子病了 需要好好休息 你出去吧 夫人让我照顾你 我自然得守在你身边 你病了 我更得服侍好你 对了 雪姐姐 你回府一套 将我换洗的衣物和私放钱带过来 顺便将秋月和冬月 也叫过来照顾我吧 省得你一个人照顾我这么辛苦 他们没照顾好你 你死之后夫人震怒 就将他们卖给牙伤了 卖了 我可爱的双胞胎被卖了 我唯一的机会 就这么被你这个坏女人摧毁了 现在赶快将他们买回来呀 卖都卖了 哪有买回下人的道理 再说 有我照顾你 还有什么不高兴的 得想个办法把她支开呀 不然我还怎么努力修炼呀 唉 我是可惜呀 身体没养好 无法支针的话 皇后怪罪下来 你担得起来 哎 诶 娟儿 要不你就给本公子暖床 你干什么 把手拿开 凶死吧你 不怕死就动了 我一将死之人 你和我换命 不值得 冷静下来 这条剑狗死不足心 我没必要打自己进去 一切任务有限 反正他也就七天可活 不急于一时 这房间里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现在就回将军府 给你拿东西 雪儿 你的身体我超爱 晚上你一定要回来陪我呀 耶 他一时半会儿应当是来不了 嘿 抓紧睡觉修炼 我现在只有不到半天的寿命了 我必须对三天的玄器种子 凝聚成一百根玄器丝 要想保住小木 必须突破 成为玄势 成了 嘿 谁能想到半天便从玄修达到了玄势 哎呀 如今我可以施展幻术了 嘿嘿嘿 若是趁其不备 对慕容雪进行偷游 主人 人家的身体突然好热 哦 等一下 慕容雪可是六级五成 以我现在的境界 像要催眠它 太难了 嗯 看来还是得尽快抓紧修炼到六级玄势啊 嗯 奇怪 怎么凝聚不出玄器丝了 请部主尽快冲击经脉 打风全身七百二十个血位和所有经脉 看来系统是希望我先打好基础啊 嗯 先冲击经脉 姑姑 除非国师出手 否则楚天书绝对活不过七日 嗯 原本想让他与公主明婚 我们楚家弄个皇亲国戚的身份 现在虽然出了意外 也不过是让那废物多蹦打几天 你只需监视好他即可 可楚天书还打算让我将秋玉和冬玉带回去 给他暖床 这个逆子 临死还想那些龌龊事 你不用理他 可是 他要是非要逼着我给他 这么说 他已经非离过你了 不不不 没有 现在忍七日 若到时他未死 你就亲手将会解决 只你明白 另外楚天书还让我多带些银钱回去 银钱就算了 你就给他拿一块美玉回去吧 等你天阳哥回来 银两都得给他 天阳哥下个月要回来了 嗯 他如今已是玄师尽 等楚天书死了 我就想将你俩的事情给办了 全凭姑姑做主 那我先回去了 嗯 不行 太慢了呀 一个小时才冲开一个穴位 照这个速度 嗯 估计至少得三年以上才能将全身经脉打痛 嗯 看来必须想办法找帮手配合才行 你要的东西拿来了 哎 怎么都是衣服啊 没有带来银两吗 你一个将死之人要赢钱干什么 藏得好啊 我之前收藏的美玉竟被他私吞在此 行 银两我不要 但你总得留下点东西 什么 你竟敢私藏主人的财物 好大的胆子 该死 这是留给天阳哥的 竟被这个废物发现了 嗯 暂时还不能逼急他 不然他抱起对我痛下杀手就完了 嗯 这次就先饶过你 下不为例 起来 随我出去 你来这里干什么 本驸马缺几个暖床丫头 所以过来看看 楚公子还记得我吗 哦 刘大嘴 你可知道我身边那两个丫鬟 秋雨和冬月被哪家店买去了 哎呀 他们正被明眼楼公开拍卖 据说许多世家公子及青龙老板都参加了 什么 快带我去明眼楼 好嘞 各位 想必许多人都认识这两个双胞胎姐妹 秋雨 冬月 她们斗冠年华 美貌绝伦 琴琴书画 样样精通 如今更是脆体二重巅峰境界 三千两三千八百两 四千两 我要了 四千两还有人加价吗 四千零一两 混蛋 贵捣乱是吧 老子出四千零二两 四千零三两 四千五百两 花雨楼的老板娘 上官宴 竟连她都想买下这两橱 上官宴调教这两橱 还是绰绰有余的 没错没错 这双胞胎呀 只要稍加调教 绝对能成国都明镜 身价呀 翻几倍 五千两 我出五千两 少爷 五千两 还有没有高于五千两呢 哟 公子 明宴楼鉴定了您的玉 价值三千五百两 这不够啊 没有多余银两 看来得想个办法 哼 如果让明宴楼 追到你拿不出五千两 看你怎么办 我们明宴楼 虽支持以物抵换 可若抵换物 价值低于较假 那便永久拉黑 那好说 我把慕容雪荡在这 你发什么神经 那两个下人能跟我比 你闭嘴 老子的东西 谁都不准碰 看一眼都不摇 你说什么 姑姑 怕这样我可就忍不下去了 听说楚天书与公主 明昏的现成死而复身 没想到是真的 现在成了驸马 不宜得罪 既然楚公子想要 便绕于公子了 雅兹必报的报复 谁能承担呀 只有激起这些人 对原主的恐惧 有一个人妥协 一群人便会妥协 接下来 就是钱的事了 五千五百两 不管楚天书出多少 我永远多出他五百两 是这小子呀 真是天助我严 你天书 我今天就要向所有人证明 我李玄成 才是皇都第一顽固 原来在你心中 谁钱多 谁就是第一顽固啊 简直太丢顽固的脸了 你什么意思 老子怎么就丢顽固的脸了 楚天书还嘲笑人家花钱多 他自己才是最败价的 没错 听听他狡辩 怎么不丢顽固的脸 人生苦短 吃喝玩乐 享受生活 才是顽固的追求 真正的顽固呀 是美食家 是情圣 是鉴赏家 是博蓝家 而不是比谁钱多 顽固被他说这么高大上 真是个人才呀 谁说只比钱多了 你说的那些 我也都会 是吗 那不如我们比一比 比就比 你说比什么 我楚天书越变皇都美女 脸有一绝技 只需一眼 就能准确说出 任何美女的三维 去居雕虫小技 有什么指的炫耀 少爷我也可以 既然如此 我花雨楼愿住住行 请两位公子鄙视吧 这是我花雨楼的四位小妹 此影分别为九十 六十 九十 几品呀 九十 六十四 九十三 白衣女子九十四 五十八 九十一 绿衣女子九十六 六十二 九十五 你错了 她的上围是九十四 你是不是眼瞎 旁边这个白衣女子 她是九十四 就是就是 绿衣女子明明比白衣女子 大一圈 怎么可能一样大 这楚天书就是活烈烈 废物中就是废物 估计她连女人都没品尝过 又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 姑娘 你垫了两公分胸垫吧 快拿出来吧 怎么可能 她竟然真定了胸垫 愿赌服输 几万两 小眼跟我斗 我可是有透视的 店没店 可看得一清二楚 咱们来卖戏续吧 我出六千两 好 现在楚公子出价六千两 可还有人加价 六千两第一次 绕了一圈 一对可人的双胞胎啊 又落入楚娇书 怎么着了 六千两第二次 公子 咱们回家 好 咱们回家 不好 不好 混蛋 接下来 叫做你 混蛋 给我修饰那俩臭丫头 不准你们伤害少爷 废物 连两个小丫头片子都打不过 要你们何用 五千两 再赌五千两 你可敢接战 李公子这么赶着给我送钱 那我不接 多不好意思呀 初天书 拔剑吧 对付你 不需要剑 公子 你好无武艺 那你玄成 虽不是脆体舞者 但还是练过些武术的 不可冲动啊 自己作死吧 一会儿让李玄成一剑批死 可怨不得别人 别人的 竟然想瞧我 啊 竟敢接手单挑 还不用剑 这完全就是在作死 有本事别躲 赶紧向我求饶 承认我赢了 我就饶了你 不 不是 你怎么不躲了 凭你 也想杀我 必是该解释 谁也想杀我 不认输 不认输 这 这还没动手 怎么就投了 玩呢 乖 这样才对嘛 滚吧 记得让你家公子 把输的五千两 送到公主府 是 是 哇 公子好厉害 不战而全之兵 奇怪 这个李玄成搞什么鬼 楚天书明明没动 即吓成这样 哎呦 终于找到你了 驸马爷 皇后让您回公主府 给公主治病 有谁看明白 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我只看到楚天书 动都没动 李玄成忽乱砍了几件 就跪地认输了 嘿 真是邪门 妈的 亏我还看好李玄成 给她加油 没想到 她才是那个废物 这和楚天书 怎么感觉和之前不一样了 儿臣见过母后 不错嘛 看来你找到了医治自己的方法了 算是吧 相信要不了几日就能痊愈 好 那就抓紧时间再为公主医治吧 东西都已备好 我在门外等候 这公主不愧小小年纪 就达到了脆体六重的境界 如今身体这般虚弱 不用修炼还拧出一根玄气丝 这天赋着实让人羡慕呀 不过它玄气种子处于大脑 将来孕育出玄气蛇 冲击将脉时 一个不好便会伤及大脑 成为白痴 弊端也挺大的呀 果因你而果 不管将来 我们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 也都算是一种缘分 今天我就用你这一根玄气丝 帮你打同任多二脉 终于帮他打同了任多二脉 体内毒素也清楚了 还是醒来的时候了 你 你是 楚天书 被感情在公主面前理一个贴心 难得美丽人设 楚 天 书 你就是那个废无耻 把尖尔小人楚天书 若昕你醒了 太好了 欣儿 你怎么这么傻 归可要复毒自杀 我不是自杀 是跟在我身边的红颜 在糕点中下毒 你放心 母后一定给你个交代 调查出事情真相 对了 那楚天书是怎么回事 母后为什么让他如此对我 他还将我的衣服都给脱了 欣儿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要杀了你 杀他 天书你先出去 让我和如心待一会儿 遵命 如心 母后其实也看不上那个楚天书 但有他在 那北忧王子 以及那些王公大臣们 就不会再逼着你去和亲了 你懂吗 可是刚才他那样 那也是为你治病 总比眼睁睁看着你死去强吧 图观怎么样 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超级讨厌他 讨厌到死 皇后 不好了 北忧王子来了 还说要进来探望皇主 如今你是名正言顺的驸马 本宫不便接见 去让他别进来 是 要是阻止不了这北忧王子 恐怕最后的免死金牌也要丢了 皇后这是想借此 除掉我驸马的身份 无论如何 一定要过着这一关 大胆 公主府邸没有败铁 不得入内 快给老子让开 让我这公子进去见公主 哟 谁家的野狗在公主府前乱废呀 啥来的小白脸 竟然敢骂老子 大胆 敢对我们驸马放肆 哈哈哈哈 我当是谁呀 原来是京城第一废 触天书啊 凭她也配得上你们西拳的公主 真是笑死人了 你说咱们家清国清城的公主 怎么就选了个这迷山狼极的玩裤 当驸马呀 小声点 他现在是驸马 你是想吊脑袋吗 都给我让开 我要进府探望如新公主 脚狼 起码可以轻松猎杀上百匹战马 一口咬死一个脆体的武者 看来传闻不假 北游国的湖云水 真的拥有驯服妖兽的能力 继续覆盖六指方圆 这家伙居然和慕容雪一样 是脆体六重的高手 我这脚狼平时最讨厌 接牙利嘴之人 性子一上来 谁都拦不住 咬死大不了处死脚狼 而你 只会被当成是一个草包顽固 做个冤死鬼 驸马大人怎能这般受辱 请您快教训一下这群北游人 你妈 这老衙门一肚子坏水 走 进府提亲 站住 公主府内不得随便 无不混质吧 就算你们北游乃蛮蚁之国 但也应该懂点礼数吧 放肆 竟敢侮辱我们北游国不懂礼数 相见公主没有拜天 登门造访不备博礼 这不是不懂礼数是什么 这样说确实是我欠缺考虑的 既然没带礼物 那就请回去备好礼物再来吧 放屁 我们王子殿下就是最好的礼物 你是说你们王子是物品 可以随意送来送去的 你闭嘴 殿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听这小子胡说 今日我一无败铁二无礼物 就是要进去见公主 你能拿我怎么样 王子殿下 你这样咄咄逼人 就算杀了我 也得不到公主芳心啊 你可知公主最喜欢什么 什么 公主最喜欢诗词 你若真是个爷们 就与我各写三首诗 让公主点评 公主不喜欢谁的诗 谁就自动退出 可敢比诗 完了完了 她怎么敢提这种建议 我听说 她除了玩乐 根本不看书的呀 是啊 我听说她只会画乌龟 从小拿书当枕头 怎么可能会做诗啊 公主虽然喜欢诗词不假 但这楚天书要比作诗 无疑是给细经国丢脸 你真以为我胡不回耻 会打打杀杀吗 你出个主题吧 不不不 既然是我提出来比诗 那主题就你来出吧 好 这个废物竟然跟殿下比写诗 殿下的诗 可是得到过大学士的夸奖的 文才更是不输大学士 赢这小子 唾唾有余 这小子真的是变着花样作死 我看你一会儿输了 怎么办 我来情都已有半月之久 倒是有些想家了 一首诗就以北幽国的草原为题吧 好 那开始吧 这家伙终于掉进我的陷阱里了 你说说咱这纹固驸马爷 楚天书能做什么事啊 虽然我也不喜欢北游王子 但不得不说 这个王子肯定比驸马强 不好 此事让民众知道了 快去报给皇后娘娘与公主 是 天下 属下把更多的外相都吆喝来了 等下您做师 不但能狠狠地打那个废物的脸 更能在西秦国百姓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 母后皇后娘娘 驸马愿于北游王子 约定比试写诗 还让公主来平板好坏 谁输了就退出 不再追求公主 现在 府门口已经围满了参观的百姓 这个楚天书简直胡闹 比什么不好偏要比写诗 还闹出这么大动静 母后 我就说她靠不住吧 不管比什么 她都是个废物 草原 骏马 游猎 离年复一年 一岁一枯戎 野火烧不尽 春风 风又生 远方倾古道 行翠 鸡荒城 又送王孙来 气气满别情 看你还要再酝酿一会儿 我就先来了 哈哈哈哈 什么狗屁诗句啊 跟我们殿下比起来 太远了 殿下 该您表现了 让那小子听听 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好事 诗是好是坏 你他们耳朵龙听不出来是吗 倒是小瞧你了 第一首诗 你赢了 不对 殿下 这小子一定是作弊了 刚才那首诗 这个废物 绝对做不出来 出题的人 可是你们王子啊 你的意思是 你们王子 帮我作弊了 哎呀 王子殿下 如此脑残的手下 我要是你 早将他杀了 殿下 别听这小子 胡说呀 我对您 可是忠心耿耿啊 闭嘴 不用管他 我们开始第二首诗吧 就以你们西秦国 如星公主为题 形容他的美貌 如何 皇后娘娘 公主殿下 这是驸马爷 以北幽草原为题 写的诗 你们快看看吧 这 怎么可能 那个废物 能写出这种千古佳作 这真的是楚天书 写的诗 写的再好 不也是为北幽草原写的诗 分明是在讨好那位北幽王子 皇后娘娘 公主殿下 第二首诗出来了 念语我听听 那废物 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诗词 千秋无绝色 岳目是佳人 倾国倾城貌 惊为天下人 这 真是他写的 看可人家把你夸的 千秋无绝色 倾国倾城啊 我的女儿 可不是倾国倾城吗 哇 王子殿下 第二首诗 我也写完了 该你了 就是不知 你能写出什么 形容公主美貌的 金氏大色 是我输了 哎 你这诗意出口 恐怕千百年 都无人能超越 我还怎么好意思献丑 这个楚天书 不是不觉无数的 顽固吗 怎么写诗 这么厉害 何止厉害 分明是千古佳作啊 陛下 这小子从小喜欢女色 肯定垂涎 公主已久 说不定啊 是早已找大儒 带写的情诗 现在刚好拿出来用了 算不得数的呀 对呀 既然与公主成婚 那自然要准备些 讨好公主的礼物 说不定这诗 还真是提前准备好的 和你们扪心自问 这世上 若有能写出这种绝诗 早就出来了 这诗 这诗的风格 完全没见过啊 胡不悔 你出第三首诗的主题吧 我说输了就是输了 可若楚兄还想继续 便以军人为题 那我也想听一听 楚兄是否还能做出 传上千年的诗文 葡萄美酒 夜光飞 玉饮琵琶 马上飞 罪卧沙场 军莫效 古来征战 起人回 古来征战 起人回 这或许是我被军人 最好的归宿吧 楚兄的诗文出神入化 吴某甘拜下风 最后一首诗 必将会在我北优国 传畅千年 殿下 楚下认为您根本没说 我这就 杀了这个废物小人 殿下 如楚兄所说 这种脑残手下 确实应该将他杀了 为了加深北优 西秦两国的武术交流 我会向西秦国皇上 申请半个月后 与楚兄比武决 望楚兄不要拒绝 快来看啊 富满爷和北优王子 在公主府前鄙视作诗 当场作诗 三首千古佳作 可谓金事大财啊 公子 买到了 买到了 罪卧沙场 君莫孝 古来征战 几人回 真是楚天书 那个家伙做的诗 天啊 恐怕当时大卢 都做不出这种千古名作啊 可恶的楚天书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赢你 你们俩回去通知 那五千两的赌债 咱们不送了 你是想让我失信于人吗 我要亲自送去 这个楚天书 没想到之前他竟然藏着呀 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恐怕这诗 是他作弊 由人代作的吧 那么多人目睹了作诗过程 题目还是北优王子处的 他如何作弊呢 况且天下之人 又有谁 没有这般文采呢 楚天书 当真是有趣的家伙 怎么了 没见过本公子 如此帅气的时候啊 不行 楚天书不能了 你就等着看 我是怎么打败 那个北优王子的吧 嗯 那个 我把胡不回打发走了 母后和公主不应该高兴吧 我们已经知道胡不回要与你比武决斗了 你要怎么应他 一个人是否有文采很难看出来 但这楚天书连脆体镜都没到 根本没有半点胜算 你关上门也没用 现在比武一事恐怕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会关乎皇族的脸面了 其实我是一名玄修 什么 一级玄士 那北优王子可是脆体六重强者 你一个一级玄士 拿什么跟他打 实不相瞒 公主体内也有一颗玄器种子 我给公主治病的时候 帮她打通了人多二脉 这 这是真的 母后 我可以成为玄士了 好好好 以后我的女儿也可以成为玄士了 所以只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必定能打败到胡不回 请母后帮我 比武延期的事情我想办法给你解决 你最近就好好修炼 皇上那边我会替你疏通 多谢母后 虽然我很讨厌你 但是你的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我可是躺着就能变强 只要能一鸣惊人 之后的处境肯定也会变好 星儿 你没事吧 可真是吓死朕了 快让父皇看看 如新这一次因获得福激活了玄器种子 都是因为楚天书 陛下可要好好奖励他才是 哦 此次竟有这等神迹该赏 但他也得比武之后 有这个命灵伤啊 父皇都已经知道了 这么大的事 朕岂能不止 刚才胡不回 已经先行前来灭神 朕已经答应他半月后 古斗定归宿 父皇 他俩擅自指使我的人 是恨不得宰了他俩 怎么可能嫁给他们 不愧是朕的女儿 只是朕也听说那诗词鄙识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 这是楚天书做的事 他竟如此大财 这真是他做的吗 确实是他当场做的 但他与胡不回比武 却差得远 希望陛下能为楚天书 多拖延半个月时间 时间不难 只是 你觉得楚天书能赢吗 楚天书虽是玄修 但他现在重病刚愈 半个月后想赢胡不回 简直天方夜谈 不过他有很大的自信 一个月后定能赢了 那北幽国的小娃娃 皇后 真没猜错的话 您是打算将楚天书培养起来 此子之前不过是在藏桌 隐瞒自己的天赋 从而在其大母的掌控下苟延残喘 如今楚燕红 已经是手握重兵的玄武将军了 当时已经是玄修武力超群 此子同样不弱 大有青出玉兰而胜玉兰的趋势 若是连他这个幼子都成为玄修 楚家的实力是不是就太大了 传令下去 比试一个月后即行 楚天书在江家是棋子 而在我们这 他不是 空气渡入打通第36个穴位 请尽快打通全身726个穴位和所有精脉 方可继续玄器修烟 想快速打通所有穴位 为何不试试给自己针灸 用外力打通呢 就算打不开穴位 应该有得比较小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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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是第八日 该去瞧瞧楚天书暴毙而亡的样子了 怎么可能 他居然还活着 还在这里轻轻我我 楚天书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公主刚喜 你们就在这轻轻我我 我大不大胆还轮不到你管 以后你助外面相防 秋玉冬玉助刺我 你 你你你 你什么你 别忘了我现在是驸马 我的事不用你管 秋玉冬玉 你们可以心灵相通 如果联手的话 应该可以打败脆体三重的武者 慕容雪是大母的人 一直想害我 我打算找个机会将她除掉 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所以 你们要更加好好练功 你知道吗 放心吧少爷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只是 那胡不愧是脆体六重高手 原非脆体三重可比 少爷 你如何是好 别看我现在才一级玄士 但一月后必定赢她 少爷 您什么时候成玄士了 对啊 还有那你玄成 少爷您胜怎么赢的呀 当时我们都没看明白 嘿嘿 你们少爷我红运七天 除了有修炼玄器的天赋 至于由李玄成 自然是我对她施展的一种法术 什么法术 这么厉害 嘿嘿嘿 我让你体验一下 哎 怎么样 厉害吧 少爷的法术 真是神乎奇迹 纯天书 我这里有本天心诀的玄器功法 你可以学 公主 你从宫中回来了 你个混蛋 亏我好些小帮你 你竟然在这儿养爷女人 等等等等 公主 你听我解释 等等等等 公主你误会少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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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少爷的丫鬟 这再给刷烟精吧 府中字母的丫鬟还不够你用吗 非要再买两个 她们是我从鸭行赎回来的丫鬟 不是什么爷女人 楚天书 我李玄成说到做到 来还钱了 我他妈这一来就发现了家暴现场 你又是谁 竟敢擅闯公主府 在下户部侍郎之子李玄成 见过如心公主 我于楚 不 不 驸马打赌输了五千两 特来还钱 对 是我吩咐门卫 如果他来还钱 就让他进来的 好啊 你身为驸马 竟然还敢出去赌博 公主误会了 不是赌博 是我与驸马 都想买下这两位姑娘 便打赌竞争 输了驸马五千两银子 真的如此 我发誓千知万劝 现在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与胡不悔比武 你若输了 迫使我又要嫁给他 那么 我也会将你赐死 然后自杀 大时候 我们还会入关同葬 嘿嘿嘿 公主放心 我一定会赢的 嘿嘿嘿 这次多谢李公子帮我解难 不然我真不好向公主解释了 少跟我套近我 钱我给到了 下次比试 我绝对赢你 就比你上场的诗词 跟我比诗词 给你八辈子也赢不了 什么 你上次不是说孙玉医专门诊之光 说他活不过七日吗 是啊 也不知为何 那楚天书 那楚天书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连门都不出 现在却越来越神清气爽了 我们不能再留着他了 之前估计他的生母报复 但现在天阳已经成为玄师 还拜了个好师父 好 今晚就动手 上次用针灸打开穴位有明显成效 明明感觉马上要初开全身经脉了 我真是个天才 这么快 就静脉全通成为一级玄师了 眼镜 竟然可以吸收星月之光 来提升体内玄器 恭喜宿主领悟幻数 镜花水月 镜花水月 竟随意动吗 厉害 只要我一面想 就可以变出什么吗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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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 尚爷 我们给你暖床呀 夫君 天色一晚 我们该休息了 好技能啊 就是有点晕 还是接着睡觉吧 这幻数以后也不能一直用 对身体不好 恭喜宿主突破二级玄师 寿命增加一年 眼睛透视能力得到进化 具体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 没想到这么快就达到了二次 照这个速度 一个月后最少能到达五级玄师 应该足够对付呼不回了 大 驸马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还请用餐吧 这般好业 必有猫腻 快尝尝大母特意为你熬的鸡汤 这喝鸡汤可是一件美事 居然在这里下毒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 怎么不喝呀 你再出去帮我叫几个菜 今天本驸马身体康复 想喝点酒庆祝一下 你的身体真的好了 当然快去吧 好 吃吧吃吧 吃饱了好上路 这菜里有毒 是慕容雪下的吗 他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害少爷 他其实早就想害我了 只是之前御医说我只剩七天寿命 才没有动手 是真想不到 他竟敢在公主府动手 他很快就会回来了 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 不如趁此机会除掉他 少爷 你只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就可以 我们只需要这样 雪儿姐姐 我好了 少爷他刚吃了几口菜 就突然倒下了 请雪儿姐姐照顾下驸马 我们去请御医 谁都不许去 否则杀了你们 饭菜里的毒是我下的 中了此毒的人 我们最后会肝肠寸断而死 你 为什么 要这么做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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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天书啊楚天书 难道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 你本该七日之前死 可你为什么还要复活 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我多想杀了你 你杀了我 就不怕和母亲叫你处死 她 你母亲 哪个是你母亲 你怕是连生母的样子都不知道吧 知道姑姑这么多年为什么把你都废物养吗 就是因为你那该死的母亲 你身母明明只是个小妾 却还剩下你这个小畜生 姑母要不是忌惮她有点实力为你报仇 早就该把你杀死了 那现在 你怎么又敢杀我呢 看在你要死了的份上我就告诉你 天阳哥哥已经成为了玄师 更有了厉害的师父 别挣扎了 闭上眼睛乖乖等死吧 这废物 哥本就不该活在世上 慕容雪 不许 已经该毒伤马 已经该毒伤马 皇后 皇后 皇后不是在宫里吗 她什么时候 跪下 皇后娘娘 我不是 看丝 假的 楚铁叔你竟然赢我 慕容雪 想开丝少爷 不可饶数 去死了 初天树 初天树 我去一定不回 圣爷 我的剑可是静满剧土 初天树 你必死 要不是为了天阳哥和姑姑 我堂堂天交之女 怎会沦落到和你这等无耻败类为伍 我本该高高在上 和天阳哥哥一起 都是因为你 你这种人为是必要活在世上 为什么 姑姑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都完成了 我终于能够配上天阳哥哥了 成为天阳哥哥的女人 你 你 你没死 姑子 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你的攻击根本未伤我分口 要死你自己去死吧 我就不给你陪葬咯 一线较诈的狗杂丑 我们都小瞧了你 你别得意 姑姑和大公子一定会帮我报仇 脱退过初衣 脱不过食物 一屁 一屁 把这里清理干净 将慕容雪的尸体藏起来 不要让人发现 是 是 少爷 她的一生被姑母所利用 如果没有这般利益冲突 你我兴许就不会这般斗得性命都无了 一个被封住学位的脆体六重武者 战力便如此恐怖 一个月后的比试 面对全身状态的胡不悔 我要如何获胜 一个月后的比试 面对全身状态的胡不悔 我要如何获胜 况且 胡不悔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狂话 必须得赶紧进行大梦周天修炼 更上一层 恭喜宿主 抽到高频武技 太极神光发 请在半个月内修炼至出神入化 高频武技 没错 所有武技皆分为低频 中频 高频 三个等级 低频武技只有招式 粉入门 小城 大城三层 而中心武技不但有招式 还有引导气血的方法 在大城之上多了一个完美 高频武技全妙无穷 层次上又多了一个出神入化 嗯 强如慕容学的还只是小陈的低频武技 活不回的狂话 据我所知是中频武技 特别提醒宿主 凭借武技的熟炼程度 才有越级挑战可能哦 我明白了 这恐怕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楚天书 你在搞什么 刚才屋内动机那么大 看样子是一直在派人盯着我的住处 还是对我不放心呢 公主 我刚刚修炼出了点问题 没注意到分寸 什么 本公主的终身大事可都系在你身上 你要是出了问题 一个月后的笔是怎么办 我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可这问题说来还和公主你有关 当日为你医治时 为了彻底帮你清除毒素 我只好将你体内的残毒 都吸到我体内 再慢慢化解 谁曾想这毒不好化解呀 你 你怎么不早说 本公主岂会欠你人情 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 有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公主你肯不肯帮我 什么办法 我已将所有毒素都聚集到胸口 只是此处离心脏太近 不可用门力逼出 线下你只要帮我把毒给吸出来就行了 吸 怎么吸 你该不会是要本公主用嘴吸吧 是啊 除了嘴 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吸了 这什么狗屁办法 你该不会是蒙我的吧 怎么会呢 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修炼 来吧 本公主可不想牵 怎么感觉有些奇怪 算了 不管了 好舒服 我感觉吸得差不多了 你自己看看 竟然睡着了 这家伙 喂 谢谢 有那么累吗 真的是 连句谢谢也没有 在我面前 也太没有防备了吧 算了 他也是为了帮我 才拼命修炼 要赢得比试 就别太可可了吧 少爷 奴婢怕伤着你 对呀 你都没有学过武技 叫你们来就来 我有分寸 别废话了 看来我的这套太极拳法 效果很不错呀 少爷何时 得来这么厉害的拳法 不是别处得来的 这乃是我睡觉时 自创的高频武技 高频武技 少爷太厉害了 睡觉都能自创高频武技 奉言整个楚家 都才只有一部高频武技 少爷 居然就能自创了 少爷 经过一天一夜的修炼 我们已经达到了 脆体三重的境界 但 蒙蓉雪的尸体 要怎么处理 这两天都有熟悉的丫头 来问蒙蓉雪下落 这时间久了 会不会暴露啊 凭我们三个 想把尸体 从公主府运出去 很难 现在是埋在附近 到时候再想想 其他办法 好的少爷 我现在就去和邱玉 去后院挖坑埋了 等等 我先看看公主的人 还有没有在盯着我 这是什么 杀手 他们是怎么潜伏进来的 不会是大墓派来杀我们的 不对 朝鲁武警公主了 想自杀公主 有刺客 快去保护公主 公主不能有事 剩下他又是死了 我也活不了 他们的目标是公主 快去 这群刺客行动如此迅速 就快到公主府了 可邱玉都没有赶过去 只能这样了 快来护驾 公主 多好没被发现 有刺客要杀你 里头的是脆体八级 其余的是脆体六级巅峰 太恐怖了 但也得引开他们 这群刺客行动如此迅速 就快到公主府了 但也得引开他们 公主殿下 我能遭到刺客袭击 刺客已被驸马引开了 什么 楚天书绝不能出任何闪事 柳燕 你快去帮忙 可皇后 让我保护您 胡有玉林军 你快去 别忘了 他要和胡不回的比试 是 刚才的声音 就是从前面传来的 你们胆子不小 竟敢擅自行动 我不是说了 等我通知吗 刚才那声警告 是你喊的吧 挺有胆子呀 见到我们还不跑 如此有恃无恐 莫非有埋伏 这群蠢货 你们差点坏了 那位大人的事 那位大人 你说什么 你是谁 刺杀公主一事 本该我来主持 你们倒好 公主府早已设下埋伏 你们还自投罗王 是想死吗 是想死吗 怎么回事 不是说公主府 没有察觉吗 那女人骗了我们 现在怎么办 眼前这家伙 真是组织的 阁下隐藏修为 定然是有眼情 只是不知道 阁下是组织下 哪个分支的 那你们可仔细听好了 老子是动画 分布的 分布的 动什么 画什么 莫非是我们 不曾知道的新分布 不是不相信 主要是我们 大家想开开眼界 动画分布的 都是什么水 还有 暗房 是我瞎扯 谁派你们来的 给我吐出来 这些刺客此番行动迅速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兴许还有内应 抱歉 楚公子 是柳烟来晚了 没有没有 来得刚刚好 你快去查查 有没有其余刺客 不用担心我 我会尽快回到公主那 之前听闻 楚天书是个 只会循环作乐的草包 如今一看 却是玉事 有勇有谋 张弛有动 传言 果真做不得书 或许 还有一种办法 处理慕容雪的尸体 楚天书 你敢说 雪儿的死和你无关 大母 你就算不喜欢我 也不能这样血口喷人 将莫许有的罪名 安在我的头上呀 昨晚要不是 由柳烟大人想救 今天躺在这里的 只有我一个 我也很无辜的 楚天书 这笔账 我早晚给你算清楚 公主殿下 驸马的房子意外着火 好像有些过于意外了 慕容雪的确死得蹊跷 他那又怎样呢 现在楚天书 对我来说更重要 属下无用 公主府出去御林军 层层防护 那位刘大人 也一直守在他院中 一直没有机会进他身 无妨 整日只知与两个婢女私会 又如何能赢北游王子 以后什么都不用做 看他自取灭亡便是 不 不复四级玄师 太极拳修炼至出神入化 修炼分武修和玄修 武修最高只能到达炼体九重之境 玄修虽然分为玄师 玄师 大玄师 大玄宗师等级别 但同阶玄师对上武修 完全是被表演的对象 只要碍上玄师将 才可无视脆体九 而我虽是玄武双修 但想凭四级玄师之力 加上出神入化的太极武技 对付胡不悔的脆体七重 还是不够 公子 柳燕大人来访 这么说 五都之前 柳大人都会守在少爷的院子里 嗯 我也是遵从公主吩咐 防备有刺客再次入侵 箱子里竟是天才地宝 多谢驸马昨夜 限制刺客有功 公主也真是客气 可惜这些宝贝我用不上 反而我这两位婢女用了 却有机会大大提升 凭我们 这可是公主 为了少爷专程搜集的 我们岂敢善用 所谓物尽其用 才不会辜负公主美意 我家公主才不会这么小气 对吧 那是自然 公主已经给了驸马 那驸马想怎么用都可以 秋玉冬玉 走吧 我祝你二人提升 那柳大人请自便 连上好的材料都看不上 公主耗费如此大心力 希望不要信错人才好 秋玉冬玉 走吧 我祝你二人提升 如果让他们脱掉衣服下水 试试各大网文影视 最精髓的药育修炼 也许会有意外这些 可这样会不会太唐突了 我们的命运 与少爷息息相关 他如此体贴 我们不该让他为难才是 那我们就用行动告诉少爷 我们会对他付出绝对的信任 我也不能仗着自己是他们的主人 就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呀 少爷 请尽情丰富 闭上双眼 静静感受 我会引星光之力 强化你二人精脉 星光之力与吸收 众多天才地宝的药育之力 将会大幅提升你们境界 秋玉冬玉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明天继续 感觉真棒啊 父马 公主请您用膳 我 我知道了 你下次别这样门口堵我 怪吓人的 就算你是武纪境界 凭什么能对服拥有 七级战力的胡不回 就知道你不信我 要不我来打个赌 若我赢了 以后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 你都要叫我一声 夫君或者驸马 并且让我一直住在 公主府之中 可否 我答应你 竟然答应了 他不怕我真的赢了吗 抓你吃完就去修炼吧 少爷 等楚天书与胡不回比武一半 我们便将此事传遍整个西清国了 今后就没有人跟公子 争着第一顽裤了 你以为老子稀罕那称号 楚天书必须由我亲手击败 闻闻闻 别耽误老子用功 用功 少爷 你终于误了 哦 老爷知道后 一定会开心地再次跳端腿的 少爷 您都起了什么呀 你让我们看看吧 一直觉得有哪些不对 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正好你们帮我看看 灭了北优国 代替楚天书上场 少爷 你不会去 楚天书 在我击败他之前 绝不能这么轻易就死了 楚天书 今天你可不能输哦 公主紧张吗 咱们这也算是共进退的战友了吧 怎么回事 刚刚我从他身上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但一下子又没了 起架武斗场 公主 此战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敌 没有彻底击败对手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国师的教诲我都记得 不过 嗯 前面好像出事了 来来来 买北优王子胡不回赢的 一赔一万 买第一王库楚天书赢的 一赔十 买定离手啊 我买胡不回 还有我 胡闹 还不赶紧把这等招摇撞骗的混混弄走 等等 这个人 我知道 我北优与西勤相互试探多年 谁也占不了便宜不说 反倒白白的损耗 如今我们两国能摒弃前嫌以和为贵 背后可少不了他的功劳 哼 过奖啦 西勤北优 本就互相有清静之心 我不过是把我们共同的心愿提到了明面上 自然水到渠成的 我可不是公为 三年前你跟着你爹户部侍郎入我北右一河 在决胜第一勇士的角道场外指点我的对手 当时那副惨样让我印象深刻 不过抱歉 我偷偷买的是楚天书影 王子 再不过去就要错过登场时间了 到时候可就直接被判定认输了 没听过的规矩 看在两国之遗的份上 我自然要留你一命 你便给我好好看着 这场武道到底谁能逢修化级 放心 我马上就能到会场了 但首先得让这些热心观众让开才行 不愧是王子 实力又变强了 我是 帮我买我赢 李玄成 这一局 我要你赔得连裤衩都不胜 皇上口运 本着西秦与北游两国友好切磋武艺的原则 这场武斗为的是增进两国感情 友谊第一 输赢第二 至于如兴公主的归宿 也绝非二人输赢所谓决定 但皇族优秀的女儿非常多 王子若是赢了这场武斗 可另聘皇族织女为妻 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 怪不得这西秦皇上要横插一脚 将原本楚天书与我二人之间的义气之斗 举办成代表两国武艺切磋的大赛 竟是为了摘开公主这个赌注 看来比起我 他更满意现在的驸马楚天书 而且 他想要保楚天书不死于我手下 难道他让我不杀我就不杀吗 只要休养生息 我们现在不能跟他们撕破脸皮 否则我们是走不出这皇城的 难道他让我不杀我就不杀吗 只要楚天书死了 就有机会 我这老赵人是完全不相信我能打败胡不悔呀 也是啊 胡不悔是脆体六重 但加上他特殊血脉的狂化 实际绝对不会低于七重脆体之力 啊 这怎么觉得有点面熟呢 追逐紧要关头 就别说笑了 哎呦 哈哈 这不我提款机吗 你这怎么啊 不会是被胡不悔揍的吧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他敢揍我 给他十个胆都不敢 实在不行 你就投降 不管怎样你都不能死 你小子只能被我击败 听到没 为了帮我 甚至不惜被揍成这副熊样 哼 那只打平手有点说不过去了 楚天书 我的血月刀法已经大成了 你确定不用兵器吗 请便 我不爱用这东西啊 何况你是客人 我得让你 这刀好快 不愧是腿体六重 速度和力量也太夸张了 我对着脖子的一击竟被闪开了 胡不悔的实力果然强悍 刚那一刀 恐怕还未发挥一半实力 说是认真 情况不容乐观 楚天说是废物 连这一下子差点躲不过去 我看是完蛋了 李玄成 现在知道这家伙在吹牛逼了吧 听说你还买了他赢 是不是傻 说得好像你上你就能撑得比楚天书酒一样 可闪开刀刃 也未必闪得开刀锋 哼 正好 来试一下所谓出神入化的太极拳吧 最好一刀劈死这女子 也免得我再费心了 这妻子是从哪里偷学的奇怪武器 难道是她生母 可废物终是废物 凭着假把式能掀起什么 还以为你会什么厉害的招式 用这假把式是决定不了胜负的 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这是 写月的 这样下去不出十招就会惨败 还是不行吗 琴儿 不到最后一刻 胜负 终难料啊 但 难道 你想嫁到北游过去吗 孩儿不想 可是 难道你没发现 早已过去了石灰河 她不仅没落入下风 反而也掌握了出路 防下来了 怎么可能 我就不信你能全防下来 这一道 我看你怎么防 军功全在我手上 你怎么 只防守却 我是不能防守 那你自己的力量又如何 你 进行一阶 孤王子便被打得散起 不能 难道只一阶就能结束战斗 分出圣经了吗 结束 没那么简单 气场变得不对劲了 看这情况 是要进入狂化状态吗 狂化一出 这场胜负 马上就要歇晓了 脱速太快了 以我目前的体质 跟鬼哥不杀 这场胜负 我赵赵之命 已经癫狂到真想杀了我了 那只能 修罗眼宫施展者公寺 遇到先看宝字 这是六级玄士界 修罗眼梦 他是玄士 他不是废 不该死 他也要死 他死 他要死 他死 他也不一样 他不得行 你不得行 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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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能说 不行啊,这些食物根本不够分 这片地区的食物也终于要厚尽了 或许得扩大列区了 但再往外走就是要受到老巢了 太危险了 那能怎么办 就算我们不吃 老人和小孩总不能没得吃吧 哎,没办法 大人少吃点 等明天我们再去远点的猎场看看吧 老宗主去得早 直接希望云王子能尽快带领我们走出这片困境了 你们学好告诉我 下次去西芹给你们带回来 哇,西芹人穿的衣服都好好看哦 我喜欢这个,还有这个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下次就是下次 那下次我也能去吗 我好想去一次中阳啊 听说那里的山绿油油的 还有好多蓝色的水 胡说 怎么会有绿色的山,蓝色的水 跳摇,是书上说的 王子哥哥 这些衣服好漂亮 可这个生日礼物会不会很贵啊 这么小就知道省行了 不过没关系 你这么漂亮 留着长到后穿上 一定很好看 谢谢王子哥哥 我最喜欢王子哥哥了 我要快快长大 永远跟王子哥哥在一起 我也要 我也是 好,那我就等你们健康长大吧 等你们再长大一些时 我就带你们离开这个地方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一起去看看绿油油的山 还有蓝色的水 我保证 没错 我答应过他们的 说好要保护大家 带大家离开这片荒芜之地 我相信只要有理想 作为一天一定可以实现 直到那天 为了找到食物 我们只能扩大狩猎范围 我们只能扩大狩猎范围 虚无如高等魔兽领地 狩猎跟踪我们的踪迹 喝起了我们的家园 那一天 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恶梦 那天起 除了恐惧 还有愤怒 可以一并烙印在我的心中 从那天起 我杀死了天真的自己 面对不中和愚者 我不再手下留情 为了在这片茫荒之地活下去 我们驯服魔兽成为了搭档 为了改善生活 我们与中原人平凡建立贸易往来 其实这样还远远不够 美优的环境依然在不断恶化 西荒 旱灾 自然灾害 外敌 为了活下去 我们不得不放弃很多东西 只有离开这里 我们族人才能真正的安全 不管看几次 中原的天还是很美 而公主身体突然爆样 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用自己换来族人安稳生活的机会 所以 无论如何 我必须要打倒你 我 不能说 王子 又又又又又站起来了 究竟是怎么样的意志和战斗力 才能解开幻术的攻击 你 居然解除了我的狂话 你这场真都有意义吗 就算拼上性命重伤他 反而会为族人带来风险 而他楚天书确实是个人才 文武双全的人才 现在只能再考虑除了成为驸马 还有没有其他能够让族人获得安全的方式 有的 还有其他的方法 看那边 之前你说过李玄成帮了你们很多 如果能让李玄成和北欧的交易由国家认可 扩大规模进行护士 北欧的生活也会好一些吧 嗯 王子 你是本性善良的人 为了你的沉迷 所以才一直在悉心逞强吧 去道个歉吧 他会原谅你的 你们俩关系真好啊 我原来你啦 我输了 王子 王子认输 这场舞蹈 恐怖马赢 来来来 全都给我 给我 虎死了 虎死了 全虎死了 这下钱全让李玄成赚了 楚天书 你还真是厉害 本公主就知道你会赢 哼哼哼 怎 怎么了 本公主就是为自己高兴 如楚天书之般武技 已出神入化的少年英才 若非朕亲眼所见 也是绝对不信的 远的不说 像北欧王子这样的天才 也只是将刀法 修炼到大成而已啊 这逆子多年来演出的鱼顿荒唐 让这一场舞动彻底颠覆 而我竟然才是那个天大的笑话 能在我眼皮子底下 叫出像楚天书这样的一个人 只能是他才做得到吧 不须多想 这逆子虽然隐藏得很深 但好在暴露得早 现在还掀不起什么火花 小姐 不看了吗 我已验这心中想法 不必再看 原来是精神力的学术 今日关他大母之状 果然是拿楚天书当猪养的 那他藏桌至今 背后听力有高人 我儿真是太出乎为娘预料了 居然打败了北游王子 我刚才看到你被胡不悔的刀划伤了 没事吧 又想来捧杀那一套 你还真是无趣 这 这 竟是这般态度 莫不是真以为有公主做依靠 修了点旁门左道便可为所欲为了 等我儿天阳回来 必有你好受的 母亲 今日比我有些累了 想要早日回去休息 还请母亲包含 楚天书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天纵制裁 藏巧于拙这么多年 身为驸马有名无实 又在楚家边缘地带 我北游自当争取这块宝玉 陛下 齐秦国果然是人才辈出 小王还有一个请求 希望陛下恩准 北游王子所言极是 我西秦人才济济 今日王子虽战败 但仍让朕大开眼界 有何请求 大可直说 按照约定 我若胜了 公主以后可要称我夫君或者驸马 公主可要延出必行才是 本公主向来说道做道 还需要你这般提醒吗 圣旨到 父皇怎么这么晚传来赏赐旨意 莫非有其他安排 比武结束之时不传旨意 现在才传 为何必有安排 究竟是福是火呢 蒙天成云 皇帝诏曰 今日驸马志通双全 为国立功 仰我西秦气度乃功勋一剑 在家前日拯救公主性命 勇退此刻夜袭 此乃两剑大功 特封而为侯爵 赤封帝颜黄献猴 钦此 楚驸马 可以接旨意了 谢陛下赏赐 驸马 殿下还有口谕 皇帝说希望未来 您就和公主一起住在公主府 公主从小就娇生惯养坏了 会有点小脾气 你平时要多体谅一下 尽量多照顾一点和睦相处 父皇和母后 还希望明年能抱上个小外孙呢 谢公公传达 公公辛苦 留下吃口饭吧 不了 我还要回宫服命呢 驸马 驸马任务兼聚 一定有很多话要和公主说 我也就不打扰了 告辞 公公慢走 公公慢走 这玩意儿是真的吗 是真的 皇帝肯定不会作假呀 难道公主就不开心吗 我们现在可是拥有了那么大的领地 哼 我就猜到你是这么想的 可我要告诉你 那块领地是父皇和母后赐给我的 和你没有办那关系 公主 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 陛下都已经认可了我们 我也帮你打扮了胡不悔 即便咱们现在感情不合 那也得一起向前走一走 试一试 你说对吗 嘿 谁要和你走一走试一试 哦 话说今天早晨 有一个美丽无双的绝色佳人 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向我许诺 只要我打败了胡不悔 以后就叫我夫君 现在我已经赢了 那个美丽的公主 似乎还没有遵守承诺 我就不遵守承诺 你能怎么样 唉 刚刚接到皇上口谕 说公主平日娇生惯养坏了 让我多多照顾一下 说明年想抱上大外散 皇命难为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嘿嘿嘿嘿 楚天书你敢 你猜我敢不敢 你 楚天书 这个仇我记下了 经过这次 也算正是得到皇帝的认可 也成为了公主驸马 算是获得自由了 可这炎黄县里国都一千三百里 往北八百里是北幽国 往西南一百里是妖兽肆虐的高原大山 甚至历史上还多次被一族肆虐 皇上皇后真的是在为公主打算吗 以后我们两个若是都不在了 新军登基自然不可能再宠溺激入心 所以还是让他们离朝腾远一些 以后落个逍遥自在有个封地终老 这其中的道理我自然明白 皇帝人家为自己闺女的将来考虑呢 可炎黄县虽也不再是边疆 可那里毕竟还很荒凉 方圆四百多里的县 一半是山区丛林经常有妖兽出没 人口也不过八万 年纪好的时候 税收也很难超过五万两百亿 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官府镇压动乱 送钱送粮接结 没有达到玄师境界都无法在那片地方活下去 他日若真是要前往封地 以我现在五级玄师实力 怕是只能对付一般妖兽 当下得赶紧睡觉修炼 本公主向来说道做道 可不能让楚天书想瞧了 真是睡觉在傻笑什么 还挺可爱的 这家伙怎么说心就行 这样看他还蛮帅的 公主 你这是为何 我怎么觉得我们突然有些过于亲密了 这个 不是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我只是觉得白天答应你的事情 作为公主有必要遵守承诺 才不会欠你什么流香画饼 什么 你听好了 你听好了 行 谢谢公主 谢谢 他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觉得本公主还配不上他 才不是这个 这个 楚天书 你流氓 这两四七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怎么不见公主和如烟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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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说话而已 大概律师去看看封地的事情吧 我猜 说不定现在公主后悔了 又想当北游的王妃了 哪来的手下败将 区区修毛怪也不照照镜子 配得上公主吗 玩笑话 楚公子不要担真 楚兄别太见外 昨天一场比试 胡王子已经对你心服口服了 你是不知道 胡不许昨天已经在皇上面前 以王室的身份率领北游部 向西秦称城了 现在西秦的领土大了好大一块 虽然没办法立刻实现 但是他请求开放大规模护士 两边成名相互交流 边境后续也会繁荣起来 重点是 胡王子居然要把护士的整体力 分出百分之十 给楚兄你啊 我估算了一下 这笔钱居然足够支撑武装旗 两支骑兵部队 这可是相当大的分红啊 两支骑兵武装 不回老弟 你可真是慷慨的好兄弟啊 楚兄乃指点北游国道路的太师 死点小力不足挂齿 都是楚兄应得的 只是胡不悔有一事不明 还请楚公子解答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楚兄真乃玄士奇才 不出我所料 这八级拳确实奇妙 领教了领教了 小王此行的所有目的都已经达到 时不我待 北游国这边我要抓紧回去处理新政了 下午就打算动神返回 这段时间承蒙楚兄玄成老弟关照了 咱们后面有机会再去吧 今早我让巫师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楚兄 不日就能送到贵府 楚兄你一定会喜欢的 我突然有些喜欢这个情敌了 做事光明磊落 要比许多西兴国的贵族公子哥 无所事事强上八百倍 谁无所事事了 我也很忙的好吧 最近我爹给我报了一堆先生的课 我只是抽空来看看你 走了 就剩你一个人无所事事吧 无所事事吗 睡觉修炼躺着变墙可是一大要紧事 毕竟我那大母之子可随时会回来 怎么会这样 凭学妹的修为 怎么至此 天涯 你都看到了吧 这个逆子 根本不将我们母子放在眼里了 还记得小时候雪儿她一直缠着你 要和你一起逛灯会 这桃葫芦雪儿好喜欢呀 天涯哥 这个五字美吗 那年你非要跟随你父亲前往边疆战场 她一个人默默哭了很久 说要等你 可是现在 你们却永远地隐言相隔 天涯哥 要安全回来 雪儿会一直 一直等你 这逆子先前还想要强暴你妹妹 她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宴 全习宿的人谁不知道 雪儿那天进宫是为了陪着她 护她这位弟弟的安全 那直到晚上就死了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说是遇到了刺客 但有可能早就被这逆子给杀了 索性利用刺客事件 将她的尸体与刺客的尸体一起给烧了 她就是利用自己现在是驸马的身份 趾高气扬地欺负妹妹 雪儿什么实力你是知道的 以她的武功绝不会被普通刺客杀掉 而楚天书前两天却展现出了超高强的武功 她肯定是利用了雪儿善良的弱点 是她 一定就是她 儿啊 当年这妮子的母亲李家出走的时候就说过 若楚天书出了什么意外 她就会杀了我们一家 就连你父亲都不敢说出一个不字 为娘猜测 这就是她楚天书咄咄逼人的义仗 你怂又不在的时候 这次若不将楚天书杀死 为娘的性命便照不保夕呀 这一切都是楚天书害的 丑公子 该回去了 滚 雪妹 我现在修为已经小成 还被师父赏赐了一件护身符 定会替你报仇 目前 所谓驸马 爵位 在儿子眼里 都是浮云 儿子想要杀她 也只是弹制尖的事情 我就派人前往公主府 届时 我会亲自将她废掉 哦 这小家伙还挺精神 哇 她麻烦丑蜜 白白软软的 好可爱呀 驸马 她是妖兽脚狼幼崽 而且是白色稀有品种 不仅可以听懂人言 而且上千只脚狼中 才有机会铲除一只珍惜品种 王子临走前 特命我专门去来送给驸马 胡王子还真是够慷慨的 竟然将如此稀有的东西送给我 哈哈 驸马能喜爱 我家王子自然最开心 嗯 这种妖兽 我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这 怎么突然疯狂起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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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 啊 啊 哈哈 好狗好狗 乖 乖 什么 这他妈 原来是只色狼 什么 啊 啊 果然是驾傲天成啊 公主和驸马能被此兽同时认可实属不易啊 那在下公主二位今后可以白头偕老 多谢使者 秋月 冬月 上茶 啊 今天多谢公主驸马的深情厚意 只是在下还要回北游树职 所以不便救流 那么就此告辞了 一路顺风 慢走 驸马 大公子回来了 说很想你 对 夫人一说 希望你可以回家一趟 李仲阳 这家伙是慕容江月身边仅次于慕容许的狗腿子 而且还是个脆体九重的高手 你说大哥回来了 不错 大公子说 若是您不回去 那他可就要亲自来拜访你了 不过老奴觉得 小少爷哪是什么驸马 什么献猴 在亲人面前全都狗屁不是 况且大公子毕竟是您的大哥 于情于理您都应该回一趟娘家 柳燕 公主 老奴不是这个意思 老奴只是觉得 按照规矩 驸马 理应回家看看 即便是嫁出的姑娘 也有回门的说法 你说对吗 柳燕 你 按照你的意思 那就应该当献猴的驸马 去拜访一个身无任何爵位的五玄伯之子 你觉得合适吗 公主说的这 这 这老东西 眼里根本就没有把楚天书当少爷 你回去吧 本公主现在不允许驸马离开公主府 若是楚天阳真想见逆地 就让他自己来公主府 公主 大公子有命令 老奴也只是奉命行事 是 还请公主 不要让老奴为难呀 天车 跟我回屋 老东西想为慕容雪报仇 便让他自己来 哼 敬酒不吃 吃法酒 咿呀 别愿意 我准备去 我回来 你这样 你变了